午安 欢迎来到中天整点新闻 我是邹倩玲 首先来关心现场最新的消息 这是知名的减肥诊所 阳市诊所呢 负责人的弟弟 疑似跟别人有千万元的财 这个债务纠纷 今天十几名疑似帮派分子上门去要钱 现场交给记者徐华川 带我们来了解华川 好的 台北市东区 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减肥诊所 阳市诊所在今天下午突然来减肥 一人就在门口拉起了白布条 要求主治医师 杨明权的弟弟杨明横欠债还钱 这样的举动也立刻惊动了辖区警方 出动了大批警力来了解整个的状况 而里面有一名自称是受害人的钟先生 也到楼上跟杨明权医师来做了一些对话 要求杨明权医师必须将这个弟弟联络方式给交出来 否则整个债权关系会没完没了 我们听看稍后之前这段访问 你可以去法院去告我弟弟没关系 就是你的这些所有的问题 譬如说他把你怎么处理不合法的东西 你把它集结然后去法院去告他 他是跟我讲 他是跟我讲 我会联合他 他是跟我讲 不是他在法庭上一定出面 在法庭上一定出面 在法庭上寻求法律的解决 他一定出面 他的社会就是有这些懂法的人 他是学法律的嘛 懂法的人文法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造成我们这种无辜的老百姓 我只能这样讲 根据杨明权医师刚刚提出来的说明 原来是他的弟弟杨明权 很自称受害人中先生之前有过法律的债务纠纷 目前已经循这个司法途径交由这个台北地方法院来审理当中 并非拒捕见面 而这个诊所方面也表示说因为这个主治意识地理的纠纷 真实的诊所倒霉也是不忘之灾 以上是来自向军情形在把时间交还棚内 好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减肥明依呢 这个包地可能是卷入有这个债务纠纷 债主呢就带了人上门来要钱的现场最新的情形 而另外